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拜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个不孝儿子 这个儿子做了什么事呢 他竟给活着的父亲烧纸钱 但是天网灰灰 殊而不漏 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必定会遭到报应的 果然他家里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故事的发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请看 这是2012年发生的事 在我们这儿 古楼南不远有一家店铺 因为老主人的辛勤达理 小店生意十分红货 后来老伴去世几年之后 老主人觉得生活虽比较富裕 但是总缺一个说话的人 于是又找了一个老伴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老主人的儿子 却极力反对父亲再娶 为此经常发脾气摔东西 动不动就又打又骂 这个儿子投胎是个女儿 就因为是个女儿 这个儿子十分不喜欢他 包括他的儿媳 也不喜欢这个女儿 后来又偷生了个儿子 这下女儿就更没有地位了 一天到晚帮家里干活 有时作业都没有时间做 自从老先生添了个孙子后 他儿子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没办法 老先生把小店给了儿子 自己和老伴租房子住 但儿子还是不放过老两口 时常打上门去 快过年了 儿子不但没给老先生 送过年的东西 相反 却在老先生的门口 烧了给死人才烧的纸 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当时的街坊都看不过去 但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这也不是自己家的事 又一天 儿子又跑到老先生的出租屋前 给老先生烧了纸 结果当天晚上 他自己住的小店就发生了火灾 原因是他把电炉子放在床下取暖 时间长了 把被褥烤着了 火着得很大了 他才发现 因为小铺里放的东西很多 晚上他又把摩托车放到了门口 结果费了很大的劲才逃了出去 他只救出了他媳妇和小儿子 他女儿在屋里又哭又叫 他也没有去救 幸亏消防队和街坊的帮助 把他女儿救了出来 但店铺全完了 这个不孝的儿子和他的小儿子 也因烧伤过重死了 女儿因睡在了另一个墙角 而没被烧死 但也被烧伤 儿媳妇也被烧伤严重 事后很长时间 这个儿媳妇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悔啊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如此不孝 天理难容 受此恶报也是自作自受 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给了我们生命 辛辛苦苦把我们抚养成人 做人应有感恩之心 知恩图报才是合乎天理的 否则连禽兽都不如 禽兽还有乌鸦返谱 高阳贵辱的呢 故事里的儿子大逆不道 竟做出了打骂父亲 烧纸给父亲的恶行 这不是诅咒自己的父亲吗 无疑也是把自己的生命之源 切断了 自断源头 那落得个死于火灾 也是因果报应 除了这位男子 还有一位不孝子的事 也应当让我们反省 这位不孝子上坟时 烧报纸糊弄过世的父母 最终老人的父亲气不过 竟回到阳市 亲自找道理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钱生力的母亲 去年正月初三去世了 考虑到当时刚过完春节 钱生力就把他母亲的骨灰 寄存在殡仪馆 到了清明节 才跟他父亲的骨灰 合葬在了一起 今年的清明节又到了 钱生力也有大半年 没去墓地给他父母上坟了 就连他母亲一周年忌日 钱生力都没去上坟祭奠 以前偶尔去给他父亲上坟 钱生力连烧纸都舍不得买 他竟拿家里没用的旧报纸 去糊弄他爹 为此 邻居都说他是个不孝之词 年近五十的钱生力 有两个姐姐都嫁在了法国 他两个姐姐都很富裕 钱生力的父亲去世时 买的那块墓地 都是他两个姐姐出的钱 钱生力借口孩子刚结婚 家里没钱 他一分钱也没出 去年钱生力的母亲去世时 钱生力的两个姐姐 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 考虑到母亲生前 一直跟弟弟生活 他的两个姐姐包揽了一切丧葬费用 临走时 一人还给钱生力留下了两万块钱 自从母亲去世后 每到忌日 钱生力的两个姐姐都会寄钱过来 还打过电话来嘱咐弟弟一定去给父母上坟 钱生力每次都答应得很痛快 可到了日子 他就借口忙或单位不给嫁 上坟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天安小区 一提起钱生力 没有一个说他好的 他的不孝顺和抠门是出了名的 钱生力的父母去世前 他没给过老人一个好脸色 没给老人买过一口好吃的 还总想方设法跟父母要钱 特别是钱生力的媳妇 那才不是个东西 经常无端无故责骂老人 他婆婆临去世前 说想吃个肉包子 钱生力的媳妇都没有满足老人的要求 3月的27日 钱生力法国的两个姐姐 就把两万块钱打到了钱生力的银行卡上 拜托弟弟买个大花篮 还要求弟弟和弟妹都去上坟 要看到上坟的照片和视频 平时总糊弄他的两个姐姐 每次都说去上坟了 反正他去世的父母也不会告状了 这次两个姐姐多了个心眼 要看照片和视频 知道这回是无法再糊弄了 钱生力跟他媳妇商量了一下 在鲜花店买了一个特价花篮 买了几样特价水果 买了一块廉价毛巾 和一刀烧纸 提前一天就来到了市郊的陵园 祭祀他亡故的父母 清明前那天天气格外好 真的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温度也从五六度 一下子穿到了十四五度 钱生力以为前一天来上坟 陵园的人不会太多 以免碰到熟人被熟人奚落 令他两口子没想到的是 提前一天来陵园的人也很多 来陵园的人就跟赶庙会似的 墓地的鲜花供品随处可见 钱生力和他媳妇来到墓碑前 放好花篮摆好贡果 钱生力让他媳妇拿毛巾擦拭墓碑上的灰尘 他用手机拍照录像 让他媳妇做完了样子 钱生力又把手机递给他媳妇 他自己跪在地上点燃了纸钱 嘴里还念叨着 让他父母可劲花钱 不要舍不得 钱生力正念念有词 突然间听到了说话声 老伴啊 你走得早 咱们这个畜生儿子不孝顺呢 那儿媳妇更不是个东西 没给我一个好脸色 没给我过一口好吃的 动不动还骂我 你死了这么多年 那个畜生儿子很少来给上坟烧纸 就算偶尔来一次 他也拿报纸糊弄你 你要是有灵 就狠狠教训教训 这两个不孝的狗东西 猛然听到这个声音 钱生力心里一机灵 这声音咋这么熟悉呢 越听越像他母亲的声音 钱生力正听得浑身发冷 他媳妇突然用脚 踢了钱生力一脚 磕磕巴巴地说道 老钱 你听 这声音咋这么像咱妈的声音 钱生力正吓得浑身发抖了 突然被媳妇踢了一脚 又听了他媳妇的话 钱生力吓得浑身一哆嗦 一泡尿全都撒在了裤子里 钱生力两口子正吓得不知所措 突然又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老头子 哎 你在那边好好的就行 过不了一年半载 我就去陪你 悲伤凄凉的哭声 经得钱生力汗毛都直竖 他抬头往前一看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 正坐在近前的一座墓碑前 一边烧纸 钱一边啼哭 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钱生力慌忙站起来 扯了他媳妇一把 用手指了指那位痛哭的老人 钱生力的媳妇仔细一看 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 原来他看花眼了 钱生力的媳妇把痛哭的那位老人 当成了他死去的婆婆 怎么回到家 钱生力两口子已经不晓得了 回到家后 钱生力就像丢了魂一样 总是坐立不安的 头疼得很厉害 还发起了高烧 当晚 钱生力的媳妇也发起了高烧 整整一夜都没有退烧 清明节一大早 钱生力两口子都去了医院 事后知情人都说 钱生力两口子这是遭了报应了 是他亡故的父母早上门来了 因果轮回真实不虚 我们念佛人应当在生活中 爱子女 爱父母 爱家人 这样才是最好的吉福方法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 就是这样 最近听闻一件奇事 穷小子给吴主坟烧纸钱 两年后 牧主人竟真的来报恩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陆家庄有个憨人叫李大祝 孩子命苦 三岁丧母 七岁丧父 打小就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慈眉善目 据说曾经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苗红刺绣 缝补裁剪 样样都精 村里人家但凡有红白事 都会找她去裁衣上 她做的婚礼服 新郎新娘都很喜欢 她做的兽衣 老头老太都很满意 村里人都说 老太太有双阴阳手 做的衣服活人穿 死人也穿 从小奶奶就教导大柱 做人要向善 奶奶说 世间万物都有灵性 人啊 要有敬畏心 要有慈悲心 永远要记住 吃亏才是福 只有亏才有满 起初大柱听不懂 但时间久了 她也就耳濡目染了 奶奶不杀生 连只蚂蚁都不人才 她也就跟着学 小时候 村里其他孩子 常常欺凌小动物 大柱就跑去制止 那些孩子就骂她 傻不拉几 多管闲事 还骂她 没爹没娘 是个野种 有时候 有些孩子们 还会一额风地 冲上来揍大柱 大柱虽然生得虎头虎脑 但从不还手 她总是默默地忍着 那些孩子 就骂她是孬肿 回到家 奶奶看着 鼻青脸肿的大柱 就流眼泪 就抱着孙子 一个劲地叹气 大柱反而安抚奶奶 说 阿奶 我没事的 不疼 转眼 大柱就长大了 奶奶也老了 常常犯咳嗽 还老寒腿 不过 大柱有一身的力气 可以赚钱养家了 大柱生得虎背熊腰 相貌也端正 但门语间 就是有一股 憨了吧唧的傻劲 见谁都是笑脸 谁家有急事 需要大把手 力喊就到 她从不跟人计较 有时候 对方见她傻了吧唧 故意少给钱 她也不言语 村里其他人家 陆续都盖起了小洋楼 只有大柱家 还是十几年前 爹娘留下的 土墙瓦顶 不过 屋子倒是也结实 每年大柱都会把屋子 里里外外 翻修一遍 家里没什么值钱的 电器家具 但这屋子 冬暖夏凉 住得倒也舒适 这些年 奶奶眼睛不大好使 针线活 做得越来越慢 奶奶心里想着 给孙子和未来的孙媳妇 做一套喜庆的婚礼服 眼下 奶奶最操心的 莫过于 大柱讨媳妇的事了 陆家庄 归中代嫁的姑娘 有好几个 但人家都看不上大柱 奶奶心里清楚 他们嫌大柱穷 现在的姑娘 都很现实 也怪不得人家 后来 奶奶就托人到 隔壁村打听 李家庄 牛家傲 沈村 陆家庄 方圆 几十里的村子 都打听过 合适的人不少 但愿意嫁的人不多 有几个倒是愿意考虑 但在彩礼签上 却狮子大开口 不是八万八 就是六万六 奶奶这些年 省吃俭用 倒也存了点钱 但 家一起 四万块都不到 何况 人家要的 只是彩礼签 结婚时光 给女方买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得好几万 这个婚实在是结不起啊 奶奶甚是焦虑 夜里总是坐在床上 唉声叹气 有时 奶奶会对着 儿子儿媳的遗像 喃喃祷告道 娃儿苦命啊 她爹她娘 你们要是全下有知 就好好保佑保佑孩子 顺利地讨个媳妇吧 以前 每年的清明和冬至 奶奶都要带着大柱 到坟上 给爹娘烧纸 这几年 奶奶腿脚不方便 上坟时 只有大柱 独自前往 每次去 奶奶都要叮嘱一声 给你爹娘 多烧点纸钱 让他们在下面日子 好过一点 大柱却藏了点私心 每次给爹娘烧纸钱 她都要留点下来 烧给附近的一座 五主坟 那座坟新天没几年 但每次路过 都冷冷清清 无人计扫 坟头上杂草丛生 破败不堪 甚至连块墓碑都没有 清明和冬至 其他坟头都爆竹连天 纸钱翻滚 唯独 这座孤零零的坟 卧在那里 甚是凄凉 大柱看着 就生了几分测饮之心 于是每次寄扫完 爹娘的墓之后 都会去给那座 五主坟 烧集卷纸 当然 这事儿 大概也就傻了吧唧的 大柱能干出来 有天晚上 大柱做了个梦 他梦见爹娘走到床前 笑着对他说 孩子啊 隔壁老王见你为人厚道 愿意把女儿 嫁给你做妻 我们啊 已经把彩礼钱送过去了 过几天 那姑娘就可以上门了 大柱听了 一个劲儿的呵呵傻笑 笑着笑着 睁开了眼 却原来是个梦 第二天 大柱把这个梦跟奶奶说了 奶奶就笑 你是想媳妇想疯了吧 笑着笑着 心里就有些酸 几天后 大柱从地里干活回家 奶奶突然兴奋地告诉他 孩子啊 你的婚事 有希望了 十里包的王家姑娘 跟你一样 父母死得早 一直是大伯养着 如今二十出头 只想个诚实的男人嫁了 没人说了你的情况 那姑娘愿意 他大伯也没意见 奶奶激动得 有些语无伦次 一口气说了很多 大柱听得都快傻了眼 不过 大柱心里 却有些泛疑 现在还会有那种 看人不看钱的姑娘吗 只是 奶奶有些尴尬地 补了一句 那姑娘据说有癫痫 但不是很严重 玩啊 你也知道咱家的情况 现在讨媳妇 确实不容易 奶奶 只要姑娘心好就行 我没意见 大柱知道奶奶的意思 她摸着后脑勺 有点难为情地 憨笑起来 王姑娘是在一个 月明星期的晚上 独自过来的 娘在那面 竟没有一个人来送 也没有嫁妆 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 敲响了大柱的家门 都是苦命人 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那天晚上 王姑娘穿上了奶奶 专门给孙媳妇准备的 大红色婚礼服 跟大柱拜了天地 没有敲锣打鼓 没有大操大办 甚至连酒宴都没摆 姑娘就这么嫁过来了 这些都是姑娘的意思 她说 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嫁过来 她不喜欢闹 大柱惊奇地发现 这个自己上门的媳妇 模样其实挺俊 言语举止 也都闲静 舒雅 一贫一笑 都是那么地惹人灵爱 大柱掐了自己好几下 生怕是个梦 奶奶也舒心了 孙媳妇有了 她就算是死 也能明目了 王姑娘上得亭堂 下得了厨房 勤俭持家 聪明能干 而且 也不见有什么癫痫 她还给大柱出主意 让她把村里的那几亩 荒地承包了 种水果 种蔬菜 几年下来 大柱不但盖起了楼房 还买了车 成了陆家庄 方圆几十里 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 这期间 王姑娘还给大柱 生了两个娃 一男一女 各个聪明伶俐 奶奶身体也很结实 都快九十岁了 仍耳聪明目 自从孙媳妇 给她熬了一种汤药 她也不咳嗽了 眼睛也好使了 老寒腿也治好了 孙媳妇的好 奶奶夸都夸不过来 有一天 城里的电视台 来采访大柱 让她谈谈致富的秘诀 大柱就把媳妇 一个劲地猛夸 当电视台记者 把镜头对准了王姑娘时 她却一个劲地躲 还拿手遮脸 大柱就解释 我媳妇不喜欢闹 就喜欢安安静静地 一直如此 你们就别拍她了 但记者还是对着 这个神秘的女人 拍了几个镜头 那期节目播出没多久 大柱家就来了一位 陌生的老夫妇 这对衣着很体面的 老头老太 见了王姑娘 就激动地哭喊道 女儿 原来你还活着呀 大柱和奶奶 一下子傻了眼 王姑娘却很淡定 她只客气地说了句 咱到屋子里说吧 显然她不想把这件事 张扬出去 进了屋子 王姑娘很平静地 对那对老夫妻说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的女儿 我只是借用了 你们的女儿的身体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 邓时经的木灯口袋 云里雾里 于是 王姑娘交代了 整件事的原委 王姑娘说 她本是 五主坟里的孤魂野鬼 直到有一天 大柱给她烧纸钱 大柱的善良和憨厚打动了她 于是她就想着来报恩 后来她经常趁着夜色 浑游四方 想找个附身 她不忍找活人 那样对活人的伤害会很大 有天晚上 她恰好遇见一个心死的姑娘 停在灵鹫中 等待着落葬 便趁机附身在尸体上 然后趁守灵人的不注意 偷偷地从关中逃走 后来 她找到了大柱的家 并假托梅人编了一套说辞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至于那梅人 不过是她对一个指人 施了点法术变的罢了 王姑娘说完这一切 不禁面露忧伤 喃喃道 既然是已败露 看来我是必须得走了 话音刚落 大柱和那对老夫妇 几乎同时喊了声 不要 孩子 离不开你 我也舍不得你 老婆 不管你是人还是鬼 我都不要你走啊 大柱几乎声泪俱下 一把抱住媳妇 老夫妇也叹了口气 孩子啊 虽然你不是我们的女儿 但能看出来 你也是个善良的人 我女儿的身体里能有你 也是一种缘分啊 你就不要离开了 至少你让我们老两口觉得 女儿还活着 事实上 我们也恳求你 能把我们当成你的爹娘 好吗 孩子 老头老太说着说着 眼泪竟哗哗地流个不停 王姑娘眼泪也下来了 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爹 娘 请受女儿一拜 大柱见状 也跟着跪下 爹 娘 从今以后 我和媳妇会好好地孝敬您二老 老夫妻连忙把王姑娘和大柱扶起来 激动不已 破题为笑 我们的好女儿 我们的好女婿啊 说吧 一家人幸福地抱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 大柱一家就搬到了省城 据说他老丈人 是省城一家大企业的老总 此后 只有在每年的清明和冬至 大柱才会带着家人驱车 回陆家庄给爹娘扫墓 村民们都说 大柱傻人有傻福 我却说 善人有天佑 有句话说 人做善行 人做善事 天地良知 必有福报 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循环 你只管善良 生命自有回向 人生是一场修行 善良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捷径 愿你择一份良 善于心间 存一份感恩于生活 修善心 得善果 心安理得一辈子 美满幸福一辈子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